就是根據公務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 就是公職人員或公職人員的配偶 或者公職人員二親等以內的親屬 他如果擔任負責人、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的盈利事業 都被視為公務人員關係人被限定的範圍 那因為未來這些法律很重要 都會是你們作為監察委員要監督公務人員的重要的依據 所以我就要用這樣的依據先來檢驗您 因為就是說目前在博愛企業社 也是你們申報財產裡面有一個重大投資的其中一個企業 您的太太就是你的配偶擔任監察人陳秀蓮女士 您的弟弟徐子文先生擔任負責人 這個是博愛企業社的部分 你們也是只有投資 另外在羅許建設公司的部分 您的父親擔任董事您擔任董事長 另外呢可能沒有直接相關的就是您的堂兄羅國雄先生 他是在葛馬蘭科運擔任董事 那醫院的部分就更不要說了 我想請教您的是說 您現在身兼的那麼多包括建設公司包括企業社 您的親戚還有在做客運 本身還在經營醫院 而您現在擔任監察委員這中間的利益迴避衝突 你有沒有考慮要把這一些相關的董監事的包括法律所規定的這些利益關係的人 你有沒有考慮要辭職呢 還是說繼續做這樣的引力事業 然後繼續擔任您的建設委員 我已經像羅許建設我已經辭掉 那基金會我也是在如果這次有通過的話我還是會辭掉 您的意思是說羅許建設公司 那至於葛馬蘭跟我完全 雖然是我談到可是完全沒有關係 沒關係我跟你確認一下 所以羅許建設公司您擔任董事長的部分您會辭職 是的 已經辭了嗎 已經辭 已經辭 那會就是保留股東的身份 沒有 都辭掉了 而且事實上羅許建設幾乎是沒有在 好 那博愛企業社的部分 博愛企業社的部分 因為您的妻子是擔任監察人 也是符合我剛所念的公務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裡面的直接關係人 那當然您的弟弟也是二等親之內是擔任負責人 那這怎麼處理呢 如果 如果有必要的話我會要他們 不是這個現在你沒有辦法搶搜問題 明天就要投票了耶 我們現在在國會殿堂我就問您啊 還是您覺得很難嗎 你這樣看我看幾年 羅許建設已經沒做了 還是怎麼樣 態度我希望很明確 如果那這樣我要要他們辭職 因為事實上這兩 羅許建設跟羅許企業幾乎是沒有 上面真的我們可以交出來完全 幾乎是沒有 所以你會願意 沒有陰業的 辭職也會希望他們可以辭職 是這樣嗎 是的 那我想請教另外的部分就是說 剛才這個江慧政委也有垂巡 有關於財団法人羅許基金會的部分 因為他是也有跟醫院的建議有關 那這個部分您剛才有提到 因為我們這邊資料你們提供的也有 就是您本人呢 從這個羅許基金會這邊 或者是醫院這邊 是有兩百七十七萬四千元的薪資 然後您的夫人是有兩百二十二萬元的薪資 加起來剛剛好差不多就是 差六千塊就是五百萬 五百萬 那我就這個東西高或不高 這當然見仁見智 月入二十萬左右 那月入二十萬左右 您剛才有提到那樣的一個基金捐助 這個我沒有誤會 我知道 我看到你們基金會設立的目的 就是為了博愛濟事 抑診 幫助一些弱勢的鄉民 一些病患 那所以呢 你們就設立了一個仁愛基金 然後他的這個帳號就是用醫院的帳號 沒有錯 那在去年一百零二年度 他的這個捐助金額是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三百五十八元 今年才到一半而已 大概將近七十萬六十九萬元左右 目前的金額是這樣 那是外界 我知道 外界捐給 對就是捐低成塔嘛 因為大家就是認同這個基金會 認同醫院的理念 所以捐錢嘛 那我就真的很 我現在換我就不敢 就想想看 去年度人家所有零零種種 國內外捐到醫院的 捐到基金會的 才一百二十三萬 您個人就領了兩百七十七萬 您的夫人領了兩百二十二萬 你們夫妻就領了五百萬 那我就在想啊 如果說你們的家族 其實是相當有經濟實力的 當時設立的這個基金會 必然也是要幫忙的目標 為什麼要做領這麼高的 這樣的一個薪資 而我們所看到賬面上 人家這樣子 辛辛苦苦捐給貴基金會的 才這麼微薄的一百多萬 你們卻領了五百萬 這樣是什麼樣的社會觀瞻 請您說明一下 我想我們基金會的帳目很清楚 我們一年 像去年 我們總共做了這個社會福利 做了五千多萬 不是那個一百多萬 而這個以外 我本身 加入很多很多的社團 這社團也都像 還有一些公益 做公益的社團 我都 那些都是我自己的 我知道 所以我剛鎖定的是您個人 醫院的部分我還是蠻尊重啦 他是怎麼運作怎麼捐錢 我剛講的意思就是說 當別人捐了一百多萬 給這基金會 為了這樣的一個目的 而你們 你們兩位的個人 卻拿了五百萬這樣的一個薪資 這樣的一種不對稱的關係 我不是在為醫院的部分 而是這個基金會跟醫院 給你們的薪資 就高達了這樣的一個額度 那我們認為這樣的社會觀瞻是有問題 所以我具體請教您好了 就是 那接下來呢 如果您通過了 您也會 就是辭掉這樣的一個 相關的工作 跟領這樣的錢嗎 當然是的 是 就是說 未來就不會在羅許基金會 跟包括在醫院裡面 領取相關的薪資嗎 我在羅許基金會從哪沒 都沒領錢 我的都是從醫院 醫院的 是醫院 因為我是醫院的負責醫師 主助醫師之一 所以我 那您的夫人也是 他 他是 這個 會計師的 會計師 會計師的 會計師的 醫院的會計師 我們 醫院跟基金會整個 這個會計都是 經過合法的 會計事務所來簽訂 所以 所以 我 除了 除了 我的薪水 我本身也 有捐 捐給這個醫院的 這個 這個 好 所以 我具體要講 這就讓社會公平 就是說 那 所以您會在 這個 擔任了當選的監察委員之後 如果 在醫院的部分 你就不領取醫院這樣的薪資了嗎 因為 好像是 依照規定 我是依法 會一定會依法 行事 OK 那您的夫人也是嗎 他不用嘛 因為他不是 這個 監察委員 是不是這樣子 還是說 你會比照剛剛講的 我 會查清楚 如果說 如果說他也不行 不能領的話 那我還是會 對 沒關係 我還是要很仔細的請教 就是剛剛您剛剛講的 建設部分 企業社的部分 您夫人當監察人的部分 您自己的部分 您弟弟的部分 只要跟公務人員 利益迴避法有關的 你剛才上一題 你已經講說 要都會讓他們辭嘛 如果你 通過了這樣的審查之後 而且當選了監察委員之後 那現在剩下最後一個啊 就是您的夫人 她是你直接的 在法律上的 利害關係人嘛 那在醫院的部分 您的部分 是依法一定不能領的 那她的部分呢 這法 我要查一下法律 法律上的這個 所以也就是說 我懂了 也就是說 其他的那些部分 有關於負責人 董事監察人 經理人的部分 你會要他們辭 但是因為她在醫院裡面 並不是扮演這些角色 所以您夫人的部分的薪資 你會繼續讓她領取 是這個意思嗎 這個因為也是一年有兩百多萬 它都高過於你那個人愛基金 你們人家捐給你的錢了 這是一個社會觀賞的問題 因為我們除了 所以我們做 在外面 我剛才有 跟委員報告過 在外面也做了很多的公益事業 還是會需要 一些 還是需要這筆錢 還會需要一點錢來做 我只是提醒您 你現在所講的每一句話 其實都是 網路都會有直播 歷史都會有紀錄 是的 其實以你們家的 在地方上的聲望 跟經濟實力 你一點都不在乎這些錢 可是我們現在在問到這個問題 問到這個罪官 你前面的回答 我都沒有意見 我就一直這樣準備問一下 怎麼會在這裡你卡住了呢 怎麼會在醫院的這個部分 因為我為什麼一直在意這個事情 因為本習曾經關心過 在宜蘭地區 因為我的家人 也是宜蘭人 當時陽明醫院就是要去那裡 去設醫院的時候 據了解 就是因為你們的醫院關係 你立足陽明醫院在那裡設分院 現在我在跟你討論 我終於知道了 羅許建設你不在乎 羅許建設你不在乎 你在乎是這家醫院 跟地方上的利益是不是 這個我想是一個誤會 因為我們一直是 贊成陽明醫學院的副設院來預覽 所以說 陽明大學還頒了一個 榮譽博士 給基金會創辦人 也是我的父親 所以我們一直跟他 跟他保持相當好的關係 那如果說 真的有那種想法的話 那是一種誤會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請教您 早上段階康委員有追尋到 金普聰跟這個羅志成先生 在這個羅許基金會擔任董事的這個部分 我想請教你 根據公務員服務法 第十四條 第十四之三條 裡面有規定 公務員如果兼任教學或研究工作 或以非營利為目的的事業或團體的職務 應該經過服務機關的許可 機關首長應該經上級主管機關許可 我想請教你第一個問題是 為什麼你要急忙忙的在金普聰確定要當國安會秘書長的時候 就讓他辭去董事的職務 為什麼 因為他在當董事的時候 他是以民間人士的身分 那如果他要當公職的話 我們就覺得 他自己認為說覺得這樣不好 不適當 為什麼不適當 根據這一條 他當國安會秘書長 根據十四條之三 他去跟馬英九總統報備 馬英九總統給他一張同意書 他還是可以繼續當董事 為什麼不恰當 這個我就不太清楚 好 但是你認為不恰當 所以你也同意他的辭職對不對 是 對嘛 因為那個時間點我們看出來 就是因為他要接 國安民主長 所以你有這樣的看法 那我請教你 同樣的邏輯 為什麼他當駐美代表 同樣也是公務人員 他為什麼就可以在同樣的公務員標準 就在您的這個基金會 羅許基金會裡面擔任董事呢 那我具體問你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外交部長的許可 董事的這個職務 貴基金會有沒有外交部長的許可文 在您的基金會裡面有沒有 沒有 那這樣你就違反了公務 原部法第四條之三啊 他當董事的期間是他在 是民間人士 他怎麼會是民間人士呢 他是駐美代表耶 金普聰先生擔任駐美代表 的那一段時間 都在您的基金會擔任董事 您怎麼會不知道呢 他是哪門子的民間人士 那他當駐美代表你認為沒有關係 他當國外還有秘書長你認為有關係 這有什麼邏輯呢 所以他從來沒有來開會 那是一回事 他就是純化名 他當你的門神 他協助你提名監察委員 他根本就不需要開會 也不需要你一塊錢 而你竟然用違法的手段 讓駐美代表在你那邊當董事 當他國外秘書長 無法折羞了 或知道你要當監察委員了 你趕快讓他急忙忙辭掉 這樣的社會觀瞻 就是馬總統要告訴人民 他所提名的監察委員 跟背後那個螢武者的用意嗎 我認為這實在是 太令人感到難過了 羅志成先生都還在你的關係企業裡面 現在還在當董事 而他現在還當台港文化 經濟文化策進會的董事 整個國家亂的套了 所以我認為 您個人剛才江慧珍委員 怎麼形容您在宜蘭的貢獻 那我沒有意見 你參加幾個社團 你捐多少錢我都尊重 我現在是本於立法委員的職權 因為在審查您的資格 我提醒這些部分 提醒您 也提醒民調投票的 以及所有的社會大眾 來做個公平